9月26日,一辆由意大利拉斯佩奇亚港出港运抵上海的中约3吨,价值近5万欧元的2019全新款伊维克贼利四乘四货车 通过ATA单政策方式向上海会展中心海关申报 而这也成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票通关进进的展品 据了解,2018年,伊维克作为唯一的进口商用车品牌参加了首届进博会,取得了积极成效 2019年,伊维克将再次登上进博会的舞台,展区面积从2018年的120平方米扩大到301平方米 带来更多新款车型的亚洲首秀 为了更好助推上海蓬勃发展的会展产业,提升第二届进博会的通关便利化水平 上海海关于2019年初专门成立了会展中心海关,并进一步开发跨境贸易管理大数据平台 今年上海海关为保障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,专门成立了上海会展中心海关 统筹国际会展监管的这个措施,专门通过设立这个进博的专仓 简化准入手续,这个优化查检流程等措施,实现了进博会物资证明含的五指化 这个全面这个提升了这个第二届进口博览会通关便利化的水平 据介绍,ATA单政策是世界海关组织为暂准进口货物专门创设的海关文件 相当于进进展览品的护照,第二届进博会将ATA单政策由原来的六个月的期限延长至一年 延续了首届ATA单政策,因为这个ATA单政策由原来的期限,六个月的期限 今年延长至一年,方便了这个展商在国内各个地方都可以展出 在全国各个口岸都可以出清 据统计,目前已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第二届进博会 相关商业展规模达30多万平方米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上一这一系列的集合 新闻网客户端 第三届进博会 你不能离 chocola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